孟子旁通第07讲苏琴的还香 南怀锦讲述 原文对苏琴回家的一段情景 虽然只用了简单扼药的36个字 却描写得活龙活现 痛苦不堪 我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一段来讲 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青年 多注意一个人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经验的教训 不灰心、不气馁、不怨天、不由人 励志奋发图强 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像苏琴当时那众遭遇 据我所知 我们在国外求学读书 或者从事其他方面的青年 有些也同样有这众痛苦的遭遇 结果 缺乏苏琴那样的勇气 被现实打击下去 大有可谓的前途就白白牺牲了 真话不来 我们且看苏琴这一段历史经验故事 迎藤履敲 副书单驼 形容枯稿 面目离黑 壮有愧色 归至佳 妻不下任 扫不未吹 父母不语言 我们读中国古文这三十六个字 当然先要认的字 知道了每个字的字意 说文 训古 再来会议 便可知道作者当时描写的刻画入微 看故事是有趣的很 但读了以后 也为苏琴的遭遇觉得很惋惜 他在秦国末有办法了 只好打回家的主意 人既失忆 钱又花光了 怎么办 他不负弃自杀 只能忍辱 用千万个忍字 来坚强起自己 于是他只有迎藤履敲了 什么是迎藤呢 迎藤也就是形藤的意思 迎是满 藤是那个时候准备走远路的果角 等于后世的绑腿 敲 是草鞋 他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打到回家 只好用裹腿布 把自己两只小腿满满的裹起来 以免长途走路 小腿的血管充血而受伤 然后又说他的鞋子也破了 新的买不起 只好穿上一双草鞋 短短四个字 便轻轻易地形容了他当时的倒霉落魄像 没有钱了 莫有办法向开始到秦国来时有黄金百金 雇人搬行李 那种神器的样子了 只有随随便便把破衣服 破行李捆成一堆 随身携带住好走路 好了 他这样狼狈地收拾起行李 副书单驼 又把那些带去的书都背在背上 书当然丢不得的 那个时候买书不像现在这模方便 印刷术也还莫有发明 书是用一片一片逐检刻上去的 那是知识分子的资本 所以绝不能丢 只好背在背上 我的天哪 你看那些破书 不知道有多重啊 背了书还莫完 又要把收拾好的行李 归成一堆 做成单子来挑 就像从前种田的朋友挑大份那样辛苦 他就这样一副寒酸像 从秦国首都 陕西的咸阳 回到他的故乡 河南的洛阳来了 这一路回来 真够辛苦 你要知道 他当年还在青年阶段 因为失忆 穷困 已经弄得莫有一点英俊的样子了 面目离黑 看起来又黑又瘦 浅瘪的穷酸像 但是这还是他的外形 最难堪的 还是他当时内心的痛苦 那时再是五脸县江东父老 可是这个时候 天涯茫茫 又到哪里去呢 夜落归根 不管好不好 有个家 有个窝 总是好的 因此只好硬住头皮回家 当然 进了自己的家 一定很难过 惭愧的不得了 不要说是苏秦 大家把自己换作他的处境 就可想而知 那种壮有愧色四个字的千万痛苦了 好 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